美股超级财报来袭 昨天公布的高盛 美国银行 洛克西的马丁 其实因为获利都比市场预期还要好 所以抵消了昨天 回答重错的一个隐忧 但是接下来抵得住吗 尤其接下来是重头戏 来自于很多大的科技财报 怎么牵动台股的行情 不见老师请您上台来 接下来超级财报周 小心矩正 谁可能是正阳 怎么牵动台股 挡得住挡不住 我给你讲挡得住了 为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玄机在哪 第一个你看它公布的时间点 特斯拉跟网飞 18就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你看接下来比较大咖的是谁 微软跟谷歌到什么时候了 下礼拜 下礼拜24 25有Meta 好没了 在下礼拜比较大咖的是谁 苹果跟亚马逊 11月2号 再来挥达 AI 在什么时候 11月21 然后Broadcom在12月8号 你从日期来告诉你一件事 其实不是很紧螺密鼓 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你是说就算不好的话 它也有时间给你消化 对它有时间让你消化 让你缓冲 所以不要那么紧张 那再来是说 这一次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一次是对第四季 甚至有的会对明年有展望 对不对 第四季本来就忘记 应该正常来讲会比较乐观 再来你前面几季的这些库存 它其实消化是什么 比较多了嘛 对 所以这边应该也比较不会有那个什么库存太高啊 或没办法消化的问题 所以财报不错 然后财测也应该值得期待 正常来讲是这样 那这边有蓬勃沽的EPS 大家自己参考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对这些沽的EPS 比较没feu 那对什么有feu 有feu是说它盘后直接公布出来数字 这个你去对它盘后出来公布的 那正常来讲大家会直接看的是 反正你新闻出来就知道 它大概展望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在后面 相关的产业跟台股的联动度 这才重要 对你看特斯拉跟谁 电动车啦 充电桩 汽车领主件 可是我觉得跟台股的联动度是什么 中 为什么 你要想特斯拉的大涨大跌 它会去牵动台湾加权走势 强还是弱 其实是比较 处变不惊的 对不对 反而是什么 相关的概念股 动的比较厉害嘛 好 再往非这个 联动就更小了 对 但是微软呢 这个可大可小 对不对 因为微软它牵涉到的是谁 NB跟PC 如果它对于NB后面看得比较好 转机 对那当然就稍微大一点 可是正常来讲 微软其实联动度也没那么强 它也算是中 再来Google跟Meta一样 都是看伺服器这一块 那联动度也还好 都是中 再来最大是谁 11月2号大咖的 苹果嘛 对 手机 半导体 零组件 对不对 这个影响性 新机到底卖得好不好 对 这个影响就大嘛 那再来这个牵涉到台积电后面的一些展望嘛 甚至包含像大地光这些 对不对 所以苹果 这个就比较重要 那亚马逊呢 其实就还好 也是伺服器 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来看 都是少数的产业 是 对不对 就是比较集中在某些特殊 相对应 他这家大的公司哪里强 那我们就那个产业区块 你去留意就好 那当然最重要 大的来了 最重要最大咖的就是 21号的回答嘛 就是AI办法 搞不好这次他就会讲 大陆禁令之后 我怎么去看 那我是认为啦 就刚才跟大家报告的 他们会针对这个法规啊 去做什么 做修改 一定会去做修改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 今天其实你看盘后 刚才淑芳姐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今天的外资投信买卖超 很明显就跟你讲嘛 这人不是我抬的嘛 对不对 就有点内支自乱正角嘛 对不对 好所以 回答 这个不用插在旁 我觉得后面再来观察 另外播放方面是 往通跟半导体 这影响也还好嘛 所以看到这里你知道 比较重要都在11月 但现在比较重要是说 除了这些以外 市场关心什么 我们要先知道嘛 知道你 你才可以针对说 概念股去做布局 第一个 市场现在最关心 当然除了AI之外 就是电动车 伺服器 NBPC跟手机 这些产业 也就是说你把这五大产业抓紧 大概就可以去应对什么 美股的这个财报周 那大家再来会看的是说 这些大部分的科技龙头 对第四季是不是能比较乐观一点看 那我觉得比较去厘清的是说 能不能听到说纵使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可是我看到下面的消费还是很强劲 如果可能说听到相关的这种话 那当然市场信心就会更强嘛 那另外刚才有讲到 伺服器相关的Google Meta跟亚马逊 其实你要观察它伺服器的资本支出 有没有增加 对尤其是因为今年大家都在封AI的server 可是一般的server投资有降低嘛 所以相关server的东西它不是全部都涨的嘛 所以你有没有压缩到全产伺服器 对对就传统的这些伺服器相关的 那如果传统的也有上来那就很OK 那苹果你就要看手机的区域销量变化 尤其是什么大中华区什么之类的 那辉达是展望攸关AI能不能重生 那其实也好 你看现在是10月下旬了 刚好到11月有一个月的时间 让你去震荡打底 如果打完底OK了 12月最后一个月再来做绝地大反攻 我觉得也不差 也就是说现在到辉达公布之前 它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去做震荡嘛 那所以这边也不用太悲观嘛 那最重要的来的我们往下看 就是说相关的概念股 我帮大家找出来相关的概念股 你可以去观察哪一些 那在这里可能你就提前可以做布局 第一个AI的部分 我会建议观察广达、微影跟技嘉 那当然你会发现到10月份 外资跟投信对于AI 外资都卖了 投信只有微影稍微买超 好,那另外你从营收的表现 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但我要跟大家讲 很像广达跟微影 原本先前的法说 大家就知道说第三季本来就没有那么好 尤其是微影 那个东西是明年年初 甚至第四季末 才会开始出货嘛 所以你现在观察说 在这种利空出来的时候 广达营收不好 微影营收不好出来 股价有没有跌啊 其实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像微影营收出来隔天 没什么跌啊 好,所以以这种状况来讲 我觉得广达、微影跟技嘉是 未来你去观察AI的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图 来看一下广达 好,你看广达今天是略微的跌破 前面这个低点没有错 可是相对这里它也还没有破了 也就是说广达目前正常来讲 它还是在这个大的区间范围来做震荡 今天量稍微有出 可是对比到前面的大量还不算大 那我如果在这个区间 现在小套牢的 我现在要换股操作吗 你不用换,你要忍 你忍一下 好 你忍一下 如果真的跌破这里 你再来砍都还来得及 因为没有很远了啦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觉得明天第一个很重要 能不能量缩开高 我判断今天应该是有点假跌破 有点大家杀过头 能不能先量缩开高 再来的话 今天的缺口三天之内只要回补 那它就有机会在这里什么 打第二只脚 这边是第一只脚 这边就打第二只脚 那这边震荡完 其实它有机会再往上反弹一次 至少250还会看得到 那这一次反弹 如果到了250 要先跑一趟 你就可以先跑一趟 好,那再来的话 看一下围影 你看围影 这个6669 对,你看围影距离前低 还有一段距离嘛 对不对 好,也就是说 这边来讲 它还是维持在先前大的相形震荡 相较他妈妈伪创 人家伪创是破底 他没有破嘛 好 那另外一个 技嘉的部分 你看技嘉短线 它也破底嘛 对不对 时间拉长一点 其实你去 它还是在这个大的形态里面 所以看这个 看这个点吗 对,这个点最后 最后最后再怎么样 如果跌破你就要走了 是 因为它就真的形成一个大头 那这边短线 因为它今天有破底 所以我不建议抢短 你就等 什么时候再站回半年线 站稳在上面三天 那你再进场都还来得及 OK,就是技嘉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伪创好不好 好,伪创 刚才曙芳姐有跟你讲了嘛 那我觉得啦 一样我的观察是这样 半点线今天既然破了 也带亮对不对 那就表示说它真的有跌破 好,那比较好是说 因为今天有下影线 所以如果明天出现一个讯号 我们把时间近一点 明天只要出现一个讯号 能够出现一个红K 然后把今天糕点吃掉 然后亮缩 安全 那我就认为 今天是锡盘 你明天只要出现 这个唯一逆转的讯号 那我就认为 今天是洗盘 这个有可能在这边反而 会再往100块以上来做反弹 如果明天没有出现 那你就不用想 你就等它真的做出底部形态 再来进场就好 OK,好 三档AI股回到字卡 接下来台积电 好,再来 半导体就是台积电 我们再往下看 台积电跟谁 跟这个力旺的部分 两个都算比较高价的股 那台积电其实 看图你也知道 这不用想太多 它就是一个大的区间 这边就是要死不活的 那比较强势的是说 你看这几天AI杀成这样 它反而没有 台积电回补这个缺孔 大概530附近 短线就可以强短 可是上来到560 大概30块的空间而已 所以可做可不做 那另外力旺的部分 力旺比较有趣 我们看力旺的图 时间拉长一点 你看力旺这一波 是沿着十字线往上走的 再长一点 它其实已经过了前高 而且如果我们把它看用周线好了 因为我们要看前面的高点 对 你有没有发现距离前面的高点不远 对 今天收2295前高2520 对 那如果啦 祝老我问你 如果他这里也过了 没有压力了 他就没有压力了 所以这个表示什么 法人对于明年是看的 当然这短线我不建议你去追 我只要跟你讲 你看他这个形态 他其实代表说 他如果万一让他慢慢爬 爬到前高附近站稳了 那不用想了 这个就往法人 很多法人看的那个目标三字头去了 这个是力旺的部分 OK 好 接下来玉龙 好 再来这三档 玉龙 乔威跟飞鸿 这什么电动车相关 那玉龙自己有电动车 你不用看特斯坦 你就看他自己就好 那今天 今天外资卖很多玉龙 没错 可是你看玉龙短线的图 这一天我有讲吗 这当冲嘛 对 对 好 当冲说 隔天人家有开高 对 而且人家还亮说代表什么 代表那天不是要杀针的 好 可是这两天 下来是被盘带下来 你看这两天亮其实也没有很大 好 明天就很关键 这边的低点只要不要破 他一样 他还是维持在 80到88的大区间震荡 我觉得拉回来还是可以买 因为你现在就玉龙 他规划 我现在每个月大概可以量产 一千台车 一台车有一百万来讲 那你营收你是不是都算得出来 一个月就10亿嘛 好 但前提是这个地点不能破 这个地点不要破 这边不要破 那你就照样做区间来回 是 这边下来就比较安全了 应该是说非常安全了 因为这个是明年有梦 有实际的东西嘛 好 那另外的话 你看乔薇 乔薇是今年营收就成长 来时间拉长一点 他在这边做震荡 那你一样嘛 你就大的区间做 什么时候真的突破这个956 才是大波段 不然你就是接近相抵买 上来接近90块你就卖 你就是这里买这里卖 就这样做 来回做就好 那飞鸿 飞鸿这个要限征48块 你看这一波从6月 一路跌到现在已经来到年线 今天把年线跌破 可是时间近一点 有没有亮 没亮 都没有亮嘛 那你就等 就等 等他做出一个底部形态 因为这个先前压下 也是有些限征的卖压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电动车 相关充电桩的股票也都没有动 可是一旦充电桩要发动 我想飞鸿就会有机会冲在前面 了解 好 谢谢博姐请回座了 休息一下接下来个大主题 来谈谈日元了 因为昨天突然间出现了一阵的急拉 大家在说 月底之前 十月底之前 日本央行很有可能会上修通膨 也因此大家开始期待的是 日元的V转来了吗 但是如果日元的V转来了 要换日元的 现在卡锅要紧吗 日元的后事休息一下 期展告诉您 投资市场顺习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